好 那妳就唱我的照 是趙正平的照好了 我的照是趙正平的照 這類似這樣的意思 趙哥來啊 年紀大 有點老... 加油... 有點老殘 是不是 我再唱一次低的還是... 不用...讓趙哥唱這個 應該Key要低一點 因為周董的歌太高了 我每次唱 唱得我都快撅過去 你知道嗎 不是 在KTV 這個在酒店好像也點得到 對 妳是... 我們很熟嗎 妳在這裡站著我 對啊 所以我很熟 這有人跟我這樣 趙哥來嘛 我的照是趙正平的照 我的照是趙正平的照 不錯啊 所以... 好不同的風格 對 有一點像賣饅頭的那個 所以當時趙哥 去你那個節目跳舞的時候 他是...是很有鬥志的嗎 還是很無奈的感覺 他當時有一點魂都飛的感覺 就是沒什麼講話 也沒有什麼氣勢 完全在擔心跳舞的事情 對 他就一直不斷的在排練 然後就是整個人感覺就是 很少年 然後他跳完之後 有立刻大解放嗎 就是雞蛙的 對啊 我不用第一名 你幫我嚇一跳 是 所以當時就已經... 當時雖然去上大S節目 可是其實心情太緊張 對他沒有辦法留下印象什麼 不是 我就是因為上那個節目 突然變第一名 才會接康熙的第二個要跳的 要不然如果那時候狀況不是很好 康熙那一次我也不會來跳 後來就變舞者 也不是後來變舞者 後來就覺得不對勁 再一跳出事情了你知道 跳得太傻了 沒有第一次好 對...所以就... 雜招牌 對 所以就覺得有點... 椅子的那一次 有一次跳一個椅子舞 板凳那個啊 對... 所以下次如果你好好教他 他可能會學持復仇啊 或是一起跳這樣 一起跳...我們很期待 對啊 所以那個汪建民跟謝哲卿這一... 你們兩個相像的事情 有帶給謝哲卿什麼好處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嗎 不會啊 因為... 其實有人講是這最近啊 這一年多 OK 對啊 所以趙哥你出去是不易容的 沒有什麼好易容啊 你不戴口罩這些嗎 講話聲音一聽就知道了 對 罵人的 大S的易容是戴墨鏡 你不是以前很愛戴口罩嗎 因為我易容還是會被發現 所以最後我就只是遮醜了 而不是易容 不是 我說實在 明星的光環是遮不住的 你戴什麼 裝什麼都遮不住的 與其這樣不如大方給人家看 真的 因為我們走到哪裡就是 不要說光芒四色喔 最少是走路有風啊 你知道 所以你去遮這個又幹嘛 就奇怪 我挺多戴個帽子 黃建平 你幹嘛瞄大眼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大S跟小S他們會做一些 比方做帽子或是眼鏡 可是看到他們兩個很奇怪 遠遠就知道他們兩個 是不是因為我們認識他們的關係 不曉得...就很奇怪 所以林可彤你... 你會常常被認出來嗎 滿少的耶 你去服裝店會怎麼樣 我去服裝店他們連... 就是他們會說你身材那麼好 怎麼不做模特兒 然後我就想說我已經做很醜 那你會講出來嗎 不會 我就算了 對啊 我不會看 可彤你見過趙哥嗎 沒有 第一次 站起來打個招呼吧 不是喔 你第一次見過我喔 對啊 趙哥你好 我是可彤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你 你好... 趙哥怎麼樣 漂亮吧 不錯...非常好 不用看我 那就還好 不錯... 有個比我妹正嗎 不一樣啊 那個不一樣啊 他比那個...那個誰好多了 劉怡欣 我們剛剛在外面說... 大家去裡面的話講出來 劉怡欣算是普通版嘛 可彤是高級版 哪有 所以我們今天弄錯對不對 我們應該讓... 反過來 應該讓劉怡欣在外面 等林可彤出來才對 不是 因為可彤可能個兒... 個兒高稍微佔一點便宜 那看起來就有氣質 比較粗重 是不是 那怡欣可能就是在這圈子久了 你會瘋掉 有點... 哪有 趙哥在鏡頭 被污染了... 因為我剛剛在後面我就說 那個小麥跟你好像 小麥是年輕版 趙哥是... 然後我就接不下話 就是成熟版 然後趙哥就火大 趙哥會紅不是沒有原因的 剛剛你們還沒有 在介紹他們三個的時候 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趙哥後面戲很多人 沒有...還好 他們走來走去 那個是誰啊 跟劉怡欣很像那個是誰 他在後面很忙啊 他在打聽可同嗎 對 不是打聽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嘛 對 如果家住得近 可以送他回家嗎 問題是他給我機會啊 他不...他不願意給我機會 我...我坐在背他也背不走啊 對不對 他如果offer要給你一個 搭便車的機會可以嗎 真的耶 那個天母 天母啊 還好還好 可以送嗎 可以啊 那個再遠的桃園 我都送過 對啊 越遠越有化粮啊 對啊 像主持音越長 可是可同趙哥這一型 粗曠型的跟你前男友 是同一型嗎 不同型 那這一型你可以嗎 我沒有想像過耶 你知道汪建民以前交往的 也很多是女模耶 女模耶 對... 我跟康熙合對過這件事情 真的喔 沒有交往 只是好朋友是不是 真的嗎 如果以身高來講的話 妳跟林可同還滿... 跟對的 我可以脫鞋子 有嗎 可以耶 有小扭藝人的感覺嗎 沒有 妳也太多分了吧 對 我剛剛在那邊都不過來 好 這個可以喔 因為我怕... 因為我怕... 算... 我幫妳接到劉怡心 我們太熟了 太熟了 真的